哈囉是天津 哈囉是天津 美瑪 今天呢我們要來實施就是 因為我呢是電視耳頭 你呢算嗎 我算寶貝 你是寶貝 題目前的人都會搶特務 我是電視耳頭 我是電視寶貝 我是電視天心 我怕你了 你很喜歡看那個益智節目 除了新聞之外 我們就是看一些知識型的節目 那我們最常看的就是 全民新攻略 所以呢今天就是來總複習一下 全民新攻略目前為止 所出的一些題目 說的最慘 那個就是電視製造 好沒問題 OK OK 好那我們第一聽 看電影還會哭的人 代表在團體中什麼能力比較好 人能不哭 我要哭 好棒 我寫創意能力 我寫搞笑 這是領導能力 喔 這個是可以分析的 看電影會哭 就代表它很融入這個電影裡面的劇情 所以它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想法就可以有領導能力 你懂嗎 我會寫創意是因為有些人沒創意 他哭了 哈哈哈哈 其實正確的答案是要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者 需要有同理性 那中期就把合成吹產術 產生移情作用 所以才會有共感 我沒什麼領導很厲害 愛喝咖啡的人 可能有哪一項人格特質 黑咖啡喔 好來我知道 我猜這個 我用爸爸的角度去想 哈哈哈哈 怎麼會用我的角度去想 好答案是虐待狂 YES 怎麼他又對啊 常喝黑咖啡的人 通常會有精神變態或心理變態的傾向 那喜歡喝甜食 通常是個性比較有親和力的人 味道其實通常對人會比較有敵意 我覺得這都不準 因為都有它 哈哈哈哈 什麼啊 我是親和力耶 你那店是寶貝的兩千元 我兩題了 如果白色衣服被原子筆畫到 可以用什麼幫助去除筆字 我猜是這個 這個 等一下 哇怎麼辦我又跟他不一樣 它是酒精 所以單人都沒有打 用酒精簡單插一插 再用正常洗衣方式清洗的話 我等一下就馬上試用 我再說一句 我最近才重看西地人妻 現在真用醋喔 我到底哪裡醋醋 你跟我講好不好 醋是趣味 趣味的 好爛 要全部猜錯了 起早洗衣服會 個性容易分析 對新人他們似乎充滿 這個也太難 我要猜一個 好奇怪的問題 好我知道 蛤 到底是誰研究出來的 答案是A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都先洗頭洗臉 哈哈哈哈 你是有一題對嗎 都零 你有一題對過 我們就是最後要帶豬鼻子的那個 男生最反感的女生裝扮是 我覺得這個AB不可能再錯了 對啊 AB再錯我覺得 如果你這個錯你就是女人 哈哈哈哈 好自己的答案是假睫毛 哈哈哈哈 欸那我很常工作是大紅唇 所以你不喜歡大紅唇喔 我是那種大紅唇 有人大紅唇是那種 那叫香腸唇 對 就是那種 那種就是 那個是香腸唇 對啊 因為假睫毛過度誇張就沒有青唇感 那紅唇的第三名 他說雖然性感 但是會讓人有距離感 會覺得妝很很好 但是有些人 你知道 不帶假睫毛 就會看起來比較沒氣色 對不對 就是還是 欸我沒有 我一次都沒有 電影的片尾會出現一個 最初會這樣設計是為人 好不好 最初的設計 最初 最初喔 但是我覺得一定會有功會 嗯我覺得應該是 剛剛不是說不能討論嗎 對啊我也覺得 怎麼要討論起來 其他分數很高 你就是因為還是 這個最初會有人去防這個嗎 我覺得不會 好答案是 工作家需求 英國已婚人是約會網站吊達選擇 有什麼特色的男性 偷吃外遇的記憶 欸我看過這一題 照理來講 腳大就是腳 腳大的話 好啦我覺得是這個欸 應該是這個吧 Emma答對 往最不可能答案去選 你腳的尺寸比較大 就等於身高高啊 這兩個東西又不成這麼 還是腳的尺寸比較大 比較容易勾到別人 可能是因為腳的尺寸大 所以比較容易踩到人 造成一個驗譽 但你腳到底多大 29啊 很大啊 英國的網站發現男生11號就是大約28.5號尺寸的人 他們外遇的比例是大概佔了三成左右 29是幾號啊 11號 他說11號是最高的 欸小心啦 沒關係 1號前基本上都在我這 怎麼會調查腳啊 腳比較大的人通常腳也比較臭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 這是你的研究調查是不是 我是有試測過的 哈哈哈哈 雙分之二的感情是 從朋友變情人 其中 最不會曖昧 我沒辦法了解愛你 朋友 因為你不是七天而已 我覺得這樣很大 欸我覺得 對我來說都太久了 如果我真的要這樣 六個月我就已經找別人了 所以我給他期限只有六個月 我現在直接亮尾巴 我是長指標 對 我也是欸 阿恩是22分 他們可以這麼久 浪費時間了 加拿大有這麼久 他們說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先當朋友 這不可能 騙人罵 騙人罵 這對他誰啊 我認真 曖昧最長就一個月就好 古代公里的睡覺失事 也有硬性規定 只能偷偷且去夾頂雙腿 哈哈哈哈 他會鬧死你 我要反指標到底 我也要反指標到底 他也不要啊 等一下是尊敬 神明 你知道為什麼 神明可能偏髒 神明不能看到 他有兩個原因 腳打開的話是對神明不敬的 同時也會影響到國運 新的話要拍板 重的話是要拍 欸那A馬是被趕過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公女的情勢很小 大家會需要互相有一點空間 麻省律工 學院研究發現 請問在工作中80%好的創意 通常會發生在哪種情形 我會不會又要放指標了 我決定就是這個 好啦 有 好答案是員工接著調查 不是人家吃飯才會有血糖才能講出好的話來嗎 如果你的員工在聊天千萬不要補舉他 小朋友的腦中擴散思考能力 是學的年紀 我選他 這兩個年紀都很輕欸 好答案是9歲 沒錯 哇 你看大腦其實分成分析腦的直覺腦 所以從小的時候 大家都是用直覺腦去做思考 那年紀到了9歲之後 大腦前而夜開始發展之後 他的分析腦會越來越完全 所以會有理性 會有邏輯 美國調查大學生的感情狀態發現 談戀愛對大學生有什麼表現 會產生負面影響 這個 OK 這題什麼意思啊 你今天是連中文都看不懂嗎 直覺 我一定又錯了 我們改一下 我要跟你們三次標 好 背 答案是初情 對嘛 因為你就是這樣 成績變差 所以媽媽不讓你談戀愛 所以你知道大學才會遇到紀元 沒有吧 我成績變好欸 因為他就是弄東西給我背 我認識人好欸 為什麼會被演 但我確實就是沒有什麼出情意義 我認識他之後看巧克力 台灣的牛奶喝起來會比外 可是香濃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真的不知道欸 我覺得是這個 我覺得是這個 倩庭跟Emma答對 欸 麵菌 牛四養的環境 敗熱好不好 我們時間的低溫麵菌就是 台灣135度到150度 會產生美娜反應 所以就會有焦糖的口感 會變得更香 喔 喜歡熬夜的人 比起喜歡早睡的人 感情是 欸 怎麼又是感情 欸 這題我有看過欸 我猜是這個啦 我也猜是這個 好啦 我們兩個長久關係嘛 答案是A 比較難看 就是 熬夜導致夜晚時間 會比早睡的人更長 所以就可以從事夜晚 比較可以從事的活動多一些 除了性生活之外 可以認識更多的對象 因此比較難安定下來 完全不準啦 我也可以打電動 當然啦 可以看片 完全嗎 電視 電力 不能量爆表 我猜是這樣的 不能量爆感 我建議你跟我們一樣喔 要不然你會被我們排擠喔 一定是這個的啦 答案是提高記憶力 要 我們全部都凡指標 真的有多凡指標欸 這題目到底 欸這一題會不會沒有答對啦 對啊 不然那樣已經爆表了 我還提高記憶力 他說因為負面情緒影響 可以讓你更適應身邊的世界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下 可以提升你的記憶力 欸那我真的太正了啦 所以不然那樣爆表的時候 要去被英文當機 全世界最容易弄丟東西的日子 哪個節日後 最容易發現東西不見 火節 答案是萬聖節 因為聖誕節 因為聖誕節是在家裡 萬聖節是在出去要糖果 請問下任哪個女性的神美 早上大眼高筆 降落 降落 我要選降落 公請九天玄梨駕到 我要選美了 蛤 那我要亂掉 欸你幹嘛啊 搞不好真的是降落啊 九天玄梨唯一指定姐妹 因為我也沒看過九天玄梨 我覺得應該不是 我也沒看過九天玄梨 當然是王母娘娘 欸我還在寫 你幹嘛 他放棄了 他放棄對你 台灣的路程調查 國高中心女生最容易想心動的對象 逼那個選項怪快的吧 我就是要玩那個方法 但是我想往那個方法 因為確實我以前會說 女朋友最帥 我覺得不行 答案是學校老師 沒錯 我就算知道他是三指標 我也不選 第一名是學校老師 第二名是家教老師 第三名是學校學長 用餐習慣你們預測未來吃飯時 有哪一種習慣的人 未來工作表現的可能更加出色 我跟你講 我要選我自己 我也是選 三個人都答對了 喜歡的菜要留啦 最後 但是我每次都喜歡菜留之後 我就吃不下了 哈哈哈哈 從小如果在想習慣上面很會忍耐的話 就會有更高的自治率跟自律能力 難怪 難怪的自律真的 為什麼知名動畫公司 早期出現的人物 像是Micky 華老爺小莫 我們都會戴著白 喔是喔 他們戴白色手套 很煩死 適合吧 他們要趕快救我 對啦 我覺得手是比較難 會智時間 Easy 所以如果中央畫爪子或是細節的話 會更麻煩 而且如果老鼠是套的爪子 也會覺得很可怕 好啦 最後一題囉 Yeah 現身上鏡放每分鐘120拍以上的歌 避免劇烈運動 Oppa 剛難跳 欸 很慢超慢 嗯 Six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咱們是少女時代的氣氛 嗯 大概在100拍左右 那Lan Style跟TWISE的TD 大概是130拍左右 TWISE有這麼快喔 不是 他們就是喜歡少女時代 很多都沒有反應現實 巨人10分 他居然要破10了 Tanny 7分 欸 野門高達 Lana 11分 欸 哇 喔 耶 一吃百吃 好啦謝謝大家 我是電視 吃炸 我覺得我必須等一下要聽一下TWISE的TD的 到底大家到底必至多快 LTT 哈哈哈哈 就是LTT NomuKai NomuKai 有這麼快喔 以上呢就是我們電視兒童的考題 好不好 大家呢如果有看《全面新風略》的話 有沒有看過這些題目 那你有沒有記憶點呢 如果沒有記憶點的話 就代表你太多正能量喔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吧 掰掰 掰掰 掰掰